HELLO 大家好 今天要跟各位介紹 WARFRIMED 寶藏 希斯特 雙槍這一把... ...雙槍 欸 對 那麼首先呢 是這一把雙槍呢 他是要用集團聲望去跟佩蘭速 Ziel 去做兌換的一把集團武器啊 那麼只要是身為集團武器 他多少都會自帶一些奇奇怪怪的功能 那我們的寶藏席斯特雙槍呢 他自帶的功能就是速裂啊 那速裂就是我們右下角的那個速裂標誌 如果充能充滿了之後 那就會對附近25公尺的怪 造成1000點的輻射的傷害 以及一堂狀態出發 那出了之後他會回復我們戰甲的護盾值 以及提高我們戰甲的護盾上限 那持續30秒 好 那麼至於我們的 右下角那個速裂標誌要如何充能充滿呢 我們需要殺怪累積1000點經驗值之後 那他就會觸發那個速裂的效果這樣子 好 那麼接下來就讓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寶藏席斯特雙槍 他的基礎素質大概是如何吧 好 那麼首先呢是他的彈藥效率的問題 大家可以看到他的彈匣容量120 彈匣失去60 彈匣最大值有480 那基本上這個彈藥的轉換 在這個雙槍這種大撒彈的武器類型身上 其實就是真的來說啦 是很缺啦 就是蠻缺乏彈藥的 說實在 但是如果傷害還不錯的話 其實也沒有到那麼的缺乏就是了 那我這邊還是會建議大家可以裝一個彈藥轉換之類的 好 那麼接下來是他的雙爆 大家可以看到他的爆擊機率跟爆擊倍率1.66% 基本上算是偏低的那種地方 那我這邊配卡去做 就是做配卡啦 我基本上就是不會特別去強迫撐他的雙爆這樣子 好 那麼再來大家可以看到他的狀態觸發28% 算是普通偏高一點點啦 那基本上我就會建議大家就是這把武器是可以去專門打觸發 好 再來是他的衝擊跟穿刺 他只有這兩個物理傷害啊 然後沒有切割啊 然後他的總計他的機傷只有28% 那基本上這個傷害以雙槍類型來講 算是中高啦 就是已經算是還不錯啦 沒有到很低這樣子 好 那我們接下來就來看一下這個寶藏騎士的雙槍 他的配卡吧 好 那麼這裡呢 首先我是放了雞昂射擊去提供他的基礎傷害啊 然後還可以間接提高他的觸發機率 然後蛋雞昂擴散去提供他的多重射擊 間接提高他的機傷 然後致命洪流也是提供他多重射擊 然後再額外提供他射速 那主要是因為這個寶藏騎士的雙槍本身其實 比起雙槍他更像雙手小機槍 那大家可以看他的外型就可以看得出來齁 那基本上我們的觸發非常的高嘛 然後又放了雞昂射擊什麼的 所以說我會建議他就是直接打 腐蝕火這個流派啊 那我直接放了兩個病毒 不是病毒 放了兩張晶元素去組成腐蝕啊 然後放火焰狀態P去拉高他的火焰元素佔比 那這樣子提高我們觸發機率嘛 我們觸發機率有84%嘛 然後我們就拉高火焰戰比 那這樣我們就可以更容易的去觸發火焰狀態 那觸發火焰狀態要幹嘛呢 就是可以利用我們的賦能啊 這個連貫閃焰去提供我們額外的機傷 那我們這樣子我們在GR mode還沒疊起來之前 我們還可以利用連貫閃焰提供機傷去殺怪這樣子 好再來這裡呢有三個地方 這個持續火力P是特別推薦大家一定要裝 主要是這個持續火力P沒有裝上去的話 大家看這個換彈時間3.5秒實在是久的要命啊 那會推薦大家一定要裝持續火力P啊 不然他的換彈時間實在是太久了 那麼再來這一張彈頭導引呢 比較看個人啦 那你如果要手感用起來比較好的話 會建議大家可以放彈頭導引去增加他的穿透啊 那如果覺得彈藥真的非常不夠的話 我這邊會推薦大家可以放矽法增幅 那我等一下給大家用的也是這樣啦 就是這邊放一個矽法增幅增加彈藥最大值 那特殊工廠我們再放一個手槍彈藥轉換 至於為什麼會推薦大家這樣放呢 欸主要是因為當我們在打一些任務 可能在輕小怪的時候 我們的手槍彈藥轉換他的效果會比較好一點 就是我們輕怪啊還是怎樣 然後他的彈藥會比較這樣 基本上我們放一張手槍彈藥轉換 他的彈藥就不會缺啦 不過會建議這邊再放一個吸法增幅 則是我們在打像小偶黑啊 或是一些很硬的卓越者的時候 我們的被彈藥夠 他才可以把那隻怪給磨死這樣子 那這邊 這也是為什麼我會比較推薦大家 就是可以放兩張彈藥 呃 就是 增加彈藥最大值 然後跟彈藥轉換的原因啦 那有紫卡的話 當然我會比較推薦大家可以洗個穿透啊 還是什麼的 然後去替代掉這一張吸法增幅 好 那麼接下來就是給大家看一下 這一個 寶藏席斯特雙槍他的效果 大概是如何 那基本上 我們一開始啊 就是 依靠他的彈量啊 然後 還有他的 比較高額的觸發 去觸發連貫閃燃去 提高他機傷來殺怪 那所以 一開始我們就算 激昂MOD沒有疊起來 他的傷害也 不錯 那大概就是長得像這樣 那大家可以看到他一開始射的時候 傷害是很低啊 因為連貫閃燃燃還沒疊起來 那有了激昂之後 我們的傷害就更痛了 那接下來大家可以看到他就是一個機槍啊 像是 雙手機槍的類型 那因為我們的裝填 阿 裝填速度有 裝那一個 所以說我們的 裝填不用到特別的久 然後再來是這把槍呢 他本身後座力很高啊 那浣熊這個是有壓槍的感覺啦 那如果沒有壓槍的話 他的後座力是長這樣子 大家可以看到他基本上是很飄啊 那他的武器本身精準度也不高啊 基本上就是 不推薦拿去打遠的 因為打遠的話會很像大撒彈這樣 那這把槍呢 我也不太推薦大家 裝重裝火力啊 因為我們裝了重裝火力 他就真的變得跟那個什麼一樣 越沖很像 跟越沖的靈化型態有點像啊 那個 裝了重裝火力之後 然後他的子彈變成 欸好像不是越沖 是泛魔吧 我有點忘記了 那我記得 有一把槍的那個靈化型態 然後裝了重裝火力 他會像天女上花一樣 這樣子 射的攻擊範圍很廣 但是 傷害性 欸好像沒有到很高這樣子 特效始祖 傷害 50 好 那麼接下來就是 給大家看一下這個 寶藏席斯特雙槍 他的實戰的效果 好啦 那麼現在讓我們來到 我們最熟悉的虛空鋼論見面 那接下來就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寶藏席斯特雙槍 他的實戰 大概是如何 那基本上 這把槍啊 用這把槍我會特別建議大家 壓槍要壓好啊 不然我們大撒彈那個 彈藥一下子就沒了 那大家可以看到 基本上他 連貫閃燃 就已經可以讓他一開始 不用疊寶藏夢的 就有一定的作戰能力 那疊了寶藏夢的之後 欸 也 就是傷害就是更高啊 那相信大家可能 已經注意到一個問題 就是我會建議大家放 穿透的問題 是在於 呃 有些時候 如果 怪先死的話 我們沒有穿透嘛 他屍體會 幫 那個後面的怪 擋到太多子彈 那我們的子彈就是會有 另類的來說 就是浪費掉啊 這也是為什麼 我會建議大家 要放個穿透的關係 那放穿透 有個好處就是 怪躲在牆壁後面 我們也可以直接打到他這樣 那這邊呢 欸 運氣還不錯 我剛好拿到一顆雅結晶 那由於是一把實彈類武器 然後精準度又不高的雙槍 所以說會建議大家還是要 貼著怪打啦 那 這樣子我們也比較不用 這麼的需要壓槍這樣 那稍微有遠一點的話 大家可以看到我剛剛那個 子彈可能就射不準了 那 就算我們死掉站起來 我們傷害也不會掉太多這樣 那個人覺得 這把槍 的 唯一的缺點就是 呃 彈藥 撒彈的程度 實在真的有一點點的大 大家可以看 我即便我裝了兩張啊 就是 增加被彈值啊 然後跟我的 呃 手槍彈藥轉換 那我的子彈還是沒辦法 這麼的長住在 呃 很高的 很多彈藥的情況下 大家可以看到 我子彈其實是在慢慢減少 那像 尤其是遇到像這種 卓越者大家可以看到 我剛剛會說 要建議大家裝個被彈 就是為了打卓越者這些 大家可以看到我打個卓越者 消耗了我兩個彈夾 兩百四十發子彈就這樣沒了 那多少少我們就是 呃 還是會建議大家用這個 最好是帶一個 鑄器或者是一把 那個什麼 近戰 這樣我們在沒彈藥的時候 還可以拿來砍怪這樣 那我們可以拿這個 比較 呃 軟的怪來刷彈藥 欸欸欸欸然後又死了 讓我爬過去 好吧爬不過去 啊完了完熊又沒了 不 沒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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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彈了 不是沒子彈 沒能量了 呃好吧最後還是沒了 哈哈 好那大家可以看 復活的話我們 欸就算激昂全掉了 他還是能夠打死怪啦 是因為連貫閃燃的關係啊 那運氣夠好的話 我就會一直撿到吃藥彈藥 吃藥彈藥的話補60 大家看我的子彈就又回升了 然後運氣不好一點 遇到卓越者 然後還被他賞了一個 被他賞了一下轟起 那個很痛的東西 像面對這一堆怪的話 這個寶藏 席斯特雙槍 就比較沒有那麼好用啦 除非有裝穿透 有裝穿透的話 會好打許多 那我現在因為是沒裝穿透 所以說 他 欸 清怪的能力沒有到那麼好 就是了啦 不過還是打得死啦 只是說 有時候 很多怪的時候 如果沒有穿透的話 他 前面的怪會幫後面的怪擋子彈 然後再加上一堆怪的時候 可能你如果沒有掃到 這樣掃射是很爽 可是如果沒掃到的話 子彈也消耗很多就是了 那這邊外熊又在嘗試復活 欸 既然這次成功了 那麼現在小黑 來的話 嘛 就是也順便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 寶藏席斯特雙槍 在打小黑的效果究竟是如何 那我這邊先把他控制住啊 那你看他基本上 他就是很傳統很電型的雙槍啊 就是 跟小黑互抹 然後 這邊放個補給機 因為我知道等一下彈藥絕對會不夠 欸 小黑還在那邊 那基本上大家可以看他的傷害就是 慢慢抹 話說這個折磨剛好也是用雙槍 雙槍對決 哈哈哈哈 你不要過來啊 欸欸 不要不講武德 那大家可以稍微算算看 欸我打一隻小黑到底消耗了多少發彈夾 那總之 我是因為剛剛有補給機 所以說 才能夠讓我的彈藥效率可以一直維持這麼高啊 就大家可以看我 打完之後 呃 現在可能看不太清楚啊 等一下看 可能會看我打完 一隻小黑之後 我的彈藥還有很多發這樣 啊 還有六百多七百多這樣子 因為剛剛還多打了一隻卓越者這樣 不過平常我們如果要打小黑的話 說真的 彈藥可能剛剛撒到一半就沒了 那這把槍 比較 他的克星可能就是C族的怪吧 那個護盾比較難搞就是了 然後再加上卓越者很硬的 如果一堆的話 他要來 他要同時清理一堆卓越者的時候 他的效果也不太好 因為他的彈藥會被消耗光 那除此之外 就是撇除這幾項缺點的話 個人是覺得還蠻好用的啦 然後傷害也不錯就是了 就是有點廢彈藥 然後再加上他的寶 寶藏那個 什麼 速裂這個效果 能夠給怪輻射異常狀態 範圍給怪輻射異常狀態也還不錯 可以分擔那個 傷害來源 那大家可以看 魔這個 欸是很爽啦 可以把他控死啦 可是 要消耗太多彈藥就是了 那這邊彈藥一直噴出來 欸 還不錯 基本上 在 平常 無聊的時候 拿來玩一玩是還不錯用啦 只是說 會 真的會建議啊 就是要有 紫卡 起個穿透來用 那個 手感會好很多 然後 或者是 就是帶把近戰啊 還是槍啊 什麼的 來 解決那個彈藥可能會不足的問題 這樣子 欸這個轉向沒有弄好 或者是 可以像那個 玩熊用這個 秘技 倒地拿雙槍射的秘技 鋪這一隻 欸這個罩子 欸還是復活 欸還是復活 欸欸欸欸又倒了又倒了 個人會覺得這個槍啊就是 呃 精準度不高啊 還是那種 大撒彈啊 或是那種狙擊 不是狙擊槍 限彈槍的話 基本上都會推薦大家 一個彈一點的戰甲 不然就是真的 要很厲害 要用技 要很有技巧的 唉唷 去用 那個叫什麼 物理壓槍啊 或者是 自己的 欸 運氣 哈哈 大家可以看到說 雖然啦 就是 打 硬的怪啊 小小黑這種 彈藥會不夠啊 不過總體來說 他能夠 撐這麼久 彈藥才不夠 基本上 一些普通的任務啊 是 不會到很缺啦 就我現在 大家可以看到我都 任務已經接近尾聲了 然後他現在彈藥才消耗完 雖然中間有用一個補給機來 補一下彈藥 因為為了打小小黑這樣 唉唷 現在又來了一個小黑 現在這個小黑可能真的沒辦法 那個彈藥 彈藥已經沒了 唉唷 他才剛出來 我也剛好死掉 這時機抓得太好了 這邊太麻煩了 一堆卓越者 不好發揮這把槍啊 然後 再來就是彈藥也會 也已經不足了 大家可以看到現在這個版本啊 火焰卓越者 轟擊卓越者真的很煩喔 你剛復活啊 還是怎樣 他就直接一個技能 就可以直接把你帶走 裡面中了一個火焰燃燒狀態 唉唷 然後我就快死了 緊急戰術撤離 那遇到像Bubble這種 泡泡怪的話 我們其實 看你要在外面 直接用彈量 把他的 泡泡給拆掉 或者是直接走進去射都可以 那我個人其實是比較傾向於 直接走進去射 因為我覺得 拆泡泡太耗時間了 也不是太耗時間 也就是太耗子彈了 不過說真的 這把槍 因為他是撒彈類型的武器啊 所以說 拆泡泡來講 速度是很快的啊 就是不會像一些爆炸 比較慢的那種武器來講 這樣子 打一個泡泡要打很多發這樣 要打很久這樣 好啦 那麼今天影片差不多到這裡結束了 那麼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請幫我按下一個大大喜歡 那還沒有訂閱的朋友 幫我按下點訂閱 並且按鈴鐺 還有小鈴鐺 這樣子 我有什麼新的影片的話 還可以直接通知你 然後各位如果還有什麼想要看的 WARFREM的武器啊 或戰甲也歡迎在下方留言去告訴我啊 那我如果看到的話 我就會把它排入我拍影片的行程裡面 那麼今天影片就到這裡結束了 大家掰掰 大概是如何